新冠肺炎在全球4.2元多及俄罗斯克乌克兰的冲突升级 导致石油和粮食价格飙升 全球经济放缓及通膨攀升 印尼央行为了稳定经济 将在2022年下半年提高基准利率 由现在的3.5%调高至4.25%的水平上下 9月将再度的调动 民众借钱与存钱的利率也都会调高 同时国家电力公司自7月1号开始调整电费 针对用3500万以上的家庭和政府机关 国电表示考虑到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 应该获得电费补贴 因此调整电费 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 印尼通膨市居高不下 同时印尼短也面临贬值的压力 以1美元兑14925吨 根据央行预估汇率会持续的下跌 美国联准会连续升息 加速全球物价持续高涨 印尼第一季GDP表现优于市场预期 但国内通膨压力仍持续上升当中 后续经济复苏依旧严峻 环宇新闻福音线在雅家团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